在世界迅速万变的时候 我们相信设计思维是拆解问题 和变革创新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东的古道全程约15公里 它穿过了多个宝贵的文化遗产 有丰富的历史、传统 也有珍贵的生态和生境 它还穿过几个古村落 当中你可以看到 村落生活都随着都市化而荒废的现象 古道也有两个差别很大的入口 东边就是新发展城市东涌 西边是传统渔村的大澳 所以说它在人民、历史、环境和经济市方面 都是见证着大婴山发展的步伐 我们今次以中满乡郊特色的东奥古道为视点 进行一个在地社区设计的研究 去了解一下东奥古道当区的文化、古迹、环境和地方经济 从而建议一系列可以持续发展的活化策略的指导原则 我们凝聚了和议题相关的不同持份者 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活化和环境保育的专家 当然有东奥古道原路穿落的居民和市民大众 我们运用设计思维的方式 去细心聆听他们的声音 让他们可以一同参与思考东奥古道的未来 创造共同价值 我们希望藉着这一类的项目 可以推动更多的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设计 受到可持续大于办事处委托 我们联同了两个有本地和海外相关项目经验的设计顾问团队 组成了东奥山水研作社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跨界别合作 可以开启更多的设计创新机遇 令香港成为更宜居的城市 设计思维是一套以人为本的创意解难方法 和一般研究方法最大的分别是 我们很着重持份者的亲身参与 我们鼓励不同持份者 以动手思考的方式将意见视像化 然后设计团队就会在视像化的数据之中 再深入探讨持份者在某个议题上隐藏的需要 或者同点为创新的方向寻找共识 设计思维研究方法会应用到很多视觉工具 去帮助持份者更容易分享和理解一些抽象 行为性和非量化的概念 例如在古道里面 各界使用者的关系 他们的互动状态 空间运用 以及未来会化的可能性和建议提案等等 我们在这种程度的方式 我们在一方面是非常学生的 看着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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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文化的 但是其实 70% 我会说的工作是 真的 是人家的 相当和人工人 我们行动 公开交易开场 我们去喝茶 和老人 我们讲到他们的生活 我们想要解释 到达到他们的父母 所以就要解释 award的观似的 观众 它们的风景 在过代中是 帮助了 经历使用者 看着什么 他们想到的 商品 而是 感觉到 作者 去幫助創作人們聯繫與民主人 並幫助民主人聯繫與建築者 很多時候城市設計都是一個上而下的方法去做 但其實透過設計思考就可以令到不同的持份者 由一開始就已經在設計的過程中 用家本身自己都成為了一個設計師 就能夠去設計到更加貼近用家需要的東西 而另外就是用家自己都可以去設計 東奧古道其實就是大嶼山西北面一條行山徑 除了它可以看到港珠澳大橋和機場之外 其實它也是穿過很多很特別的和水有關的生態 包括紅樹林、濕地或者農業的生態 東奧古道沿途貫穿了幾條村 如果你由東沖出發 你會先逃經散頭村 然後到沙羅灣村 深石村 再到收屈村 最後就到達大澳 在這個計劃中 我們分了幾個項項 工具跟村庭有收集計 所以隨時到達生期間 我們居村進展幾條村 去過一支營地 我們在角度上會面對面 有些公多居村 以及居村 在居村 我們都能夠設計 一個平行商店 就能夠接觸 通常進行行動 去通知香港的村子 有很多古人的村子 有石頭 用石頭 用一個小簾 他們沒有正式的啞工 我們姓宜 這幾個人住了百多年 最早下腳是我們 這個位置在地上 藏在地上 放一些米 中粉就放在這裏 中間就有東西放在這裏 像搖板一樣 放在這裏 雙腳就放在這裏 除了一班設計師去觀察外 其實很多時候 要透過設計思考的技術 無論是平時我們做一些工作室 或是做一些面試的時候 其實是被一些不同的持份者 反而去教我們這個地方 一些獨特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我們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用一個 集中的圖像 就是把不同的人的觀察 都放在一起 然後我們展示給村民看 而當我們展示給村民看的時候 因為我們放在一個地圖上的地方 是一些他們所認識的地方 所以他們都會比較樂意跟我們分享 我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其中一個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是把我們找到回來的資訊 要給村民 也同時可以跟當地的居民 或者不同的持份者 開始去建立一些信任 跟他們說我們不是拿完東西就走 我們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在這個場面 我們亦都跟不同的持份者 或者一些外來的參加者 一起去做一些工作坊 或者是一些情景的建構工作坊 去想像中東奧古道的未來 我們帶來這些可愛的小玩具 去參與年輕人和老人 去參與回答 我們可以透過問號 和觀察 和模特兒 去發揮他們 不只是在想 但在想 我們做這個 我們做這個 我們會有不同背景的人 他們可以是專家 或者只是平民百姓 他們在一起 會分享他們大家的知識 另外我們也有一些網上的工作坊 邀請到一些不同的專家 亦都會有一些道路的使用者 一起去想一下 究竟當我們一齊設計 東奧古道的時候 有些甚麼的原則我們要遵守 同時間我們也會集合在一起 定義那條古道有些甚麼的價值 做一些資料的整合 之後一起劃出東奧古道未來的圖案 究竟是怎樣的 在這段階段我們現在開始回應 我們開始回應 之後 我們開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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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居客 和居民 說 我們有些想法 我們有些想法 我們開始組織 我們開始組織 和我們現在 我們想分享 我們的想法 如何進行 在你的城市 可以給我們 feedback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改變 其他方法 以為我們 保持其他社會 為未來的 有了一個想法 之後 我們也會邀請 之前參加過 我們工作坊的參加者 製作出一個 一比一的圓形 拿到村子 去做實地測試 大家可以給點評論 你可不可以做 如果你想做這些工作 你要和我們 專心當地人士的看法 需要 我們都需要包容 因為他們進來我們也有 阿姨請我們當地人士 這樣才行 這樣才行 因為你單方面沒有用 這樣才行 這樣才行 那裡有 沙漢島直去 他就清晰一點 不用那麼多文字 多文字 他走他不會看的 沿途 譬如走到 還有6.5公里 他說大概多久 那樣 他有些信號 告訴你 剛才入村的時候 都說 即將入村 不戴口罩 不可以入 都見到的 今天最大的得著就是 明白到 你要去聆聽 以及觀察到 用家的需要 你才可以真的 想到一個 可以真的 撤合到 他的需要的解決 而我們研究的對象 亦都是一些 可能人之間的關係 或者他們的需要 都是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但是Design Thinking 就是正正是 用它不同的工具 可以將這些 我們肉眼看不到 和人有關的東西 可以顯現出來 我們根據不同使用模式 整合了8個Persona Profiles 當中包括 常住居民 非常住村民 遊人 行山客 服務提供者 和生意經營者等等 以理解他們 使用東奧古道時的特徵 除此之外 我們亦在地圖 扼出3個可能的活化方向 包括生態教育 鄉郊文化社區 以及飲食文化與回憶 在這些主題裡 我們分析了古道上的 不同空間類型 去說明他們的活化機遇 最後 經過不同持份者 和專家的交流 和共創活動 我們整理出一套指導原則 這些原則 根據時、地、人、事 作為基礎 從使用者共用 計劃的持續性 環境意識 以及情景出發 幫助日後設計出 適合東奧古道的方案 東奧古道 無論在歷史、文化、自然生態 以及生活方式等的層面上 都有全面 而且獨特的一面 而如何將這些寶貴資源 回規廣大的市民享受 進而提升香港成為移居城市的其中一環 將來必須透過更多 以人為本的設計效量 而應對各個持份者的所需 在發展和保育中取得平衡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我們相信 其實一套可持續發展活化策略裡 都會牽涉到最少三個層面的不同的部分 由最基本的物質層 即是物質空間的再生 到第二層 即是社會和經濟層面中 如何擁有一個可持續生活和經濟發展的模式 到最高層 即是精神層面中 如何加強地方文化和身份認同 和換成集體記憶等等 所以只有我們能夠珍惜和充分利用自然資源 和文化資產帶來的模型價值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藉此制定一套 長遠而有效的可持續發展活化策略 發展活動